上周我们为大家带来了2021年度的十大好剧 那这周我们依照国际惯例来看看这一年的顶级烂片 2021年不得不说是个影视剧小年 自2020年以来广天总局开启减量提制运动以来 备案投播的电视集数可以说是连年骤减 但是量是减下来了 这个芝麻可就一言难尽了 说起今年的十大烂片的偏单 那可真是异常的竞争激烈 小编和同事们可是嗔嗔的讨论了三个小时 经过五轮筛选才确定了最终名单 可以说是每个人心中都有1001个烂片库存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启今年的尿点之旅吧 第一位出场的绝对是一位后期之秀 年底开播短短一个月便罢顶烂片榜首 嘉南传可以说是一经播出 立刻引来了一大批网友的怒喷 直接喊话偏方 能不能把剧本留给有演技的演员 豆瓣评分仅3.9 评论区可以直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看了两集 完全不知道在讲些啥 观众不禁发问 编剧写剧本的时候有带脑子吗 除了得罪了援助党 就连广大古装剧爱好者也大呼辣眼睛 左看菊敬伟那浮夸的服装造型 又看江宝宁那雷人的半永久装发 最后大家还是选择闭上了眼 垃圾剧情 没有演技 豆腐渣制作 年度最佳烂片给到它 绝对是实至名归啊 第二部 风起泥赏 这部剧没得上第一名 完全是因为衣服好看了些 摄影讲究了点 除此之外 绝对没有半点落后第一名的地方 简直就是一部大大的 编剧敢写 导演敢导 演员敢演 审核赶过的年度国家级烂片 总之 以小编对剧集的高人温度 都实实在在的感觉 自己被冒犯了 第三部 《军逢正当时》 这部剧之所以上榜 就一个字 丑 2004年生的黄天祺 今年才17岁 演艺经验异常丰富 锦绣未央 大唐荣耀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等热门古装剧 都有它的小小身影 不过长大的样子 和小时候真的是差很多 《军逢正当时》 是他首次主演的男一号 没想到 就这么毁了自己 多年经营的口碑 第四部 《军酒陵》 这部剧 除了丑 还有点雷 一开播 豆瓣直接一星刷屏 很多都是冲着 彭小冉 东宫滤镜 想来再赌 古装异域 造型颜值 天花板的观众 最后都撑不住 落网而逃 要说也是 还没见过 哪个剧 开播五分钟 女主就在 打停广众之下 和皇帝翻脸 最后又亮出 闪亮的匕首准备行刺 按照这个时代发展 女主 斩立绝 直接全剧中多好 第五部 《爱上特种兵》 今年上网的古装剧 有点多 毕竟现代人演古人 演不像 小编也理解 但这个《爱上特种兵》 可是妥妥的现代剧 却也是让人一言难尽 浪漫的编剧 完全靠各种巧合 来推进剧情的发展 特种兵男主 嫌和他不熟的女主太烦 立刻就脱了女主的外套 将他绑在了一根柱子上 就走了 女主和男主 去到哪里 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 都能巧遇 甚至巧到同住一套房 有这个默契 去参加国际第一届 你画我猜竞技大奖赛 为国争光 不好吗 第六部 《大宋公辞》 这本是一部 备受期待的古装大剧 终究沦为年度 最失望的作品之一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完全得益于 编剧是小学生水平 剪辑师喝高后上级工作 人设一开始就被玩崩 剧情节奏 快到可以冲出宇宙了 当年的《大明公辞》 绝对是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如今《大宋公辞》 就差了一个字 就差了几百年 这作剧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搭呢 第七部 《胡珠夫人》 这部剧号称是 腾讯视频S加级大制作 也就是投资最高的级别 也是 单看请来的演员 杨幂 陈伟婷 都充满了钱的味道 在这悬浮的剧情 散漫的节奏 以及中老年恋爱的 沐济沉沉 还有不经看的《浮华道》 就算是来十个洋名也不行啊 这也就是腾讯 换做其他公司 可能内裤都赔进去了吧 第八部 《天龙八部》 作为小编 最喜欢看的一部武侠剧 开播前 那可是都抱着极大的期望 结果妥妥的被扎了 可能是老版的《天龙八部》 太过经典 新版的拿来一笔 简直就成了小孩过家家 别的不说 作为一个武打剧 全剧都是一些 慢镜头的武打动作 整个紧张刺激感 全盘垮标 一部好好的《天龙八部》 愣是让拍成了《天雷滚滚》 第九部 《雨军歌》 有一说一 这部剧的演员 小编都挺看好 但是剧情 真的不吸引人啊 虽然开局就设置了 重重悬见 但丝毫没有激起 观众的好奇心 女主人设 真的很怪 就算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作为下属 也不可能对皇帝 大呼小叫吧 真心希望编剧 在写剧本的时候 多少尊重一下历史 不然哪天不小心 穿越回了古代 就是有一千颗脑袋 也不够砍的呀 第十部 《盗墓笔记》 指云顶天宫 《盗墓笔记》系列 几乎每年都有 不同的版本上映 而本剧 荣获全系列 评分最低的规观 最大的槽点 就是与原著人设 严重不符 原著中的吴邪 天真善良 对视执着 而这部剧的吴邪 若不经风 单傻愚顿 原著小哥 沉默寡言 小心谨慎 但剧里的小哥 闷骚话牢 原著的胖子 身手不凡 胆大心细 但这部剧里的胖子 那就真是个胖子 遇到事情 各种不帮忙 就这种设置 用脚趾头想想 原著党们 能放过你们吗 好了 2021年的烂剧 我们就说完了 可以说是每一部 都烂得清新脱俗 每一部都烂出其不易 如果大家有不幸被扎的 那小编只能安慰你说 这是成长的代价 如果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被扎的 那小编就希望你们 收藏评论加点赞 躲得圆圆的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